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候还是在酝酿发展的阶段 所以这个历史的脚步到了唐朝的中叶 大概到了唐宪宗时代 初步完整的八字路面理论开始形成 代表性人路就是八字理论的开栓鼻祖 这个名字叫李虚忠 在渊海子平之前 最有名的八字理论大师 就是李虚忠 李虚忠他出生在公元761年 一直到公元813年去世 大概德年大概五十几岁 他的名字叫长荣 所以叫李长荣 他是河南洛阳人 他的主旧是武系 他在唐德宗年间近世极地 所以他出没年代 大概唐宪宗唐德宗的时候 那后来他做官 做到了这个殿宗寺玉使 而他去世的时候 李虚忠去世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知道李虚忠这个人 因为李虚忠去世的时候 韩律曾经为他写的目字名 韩律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为李虚忠写的目字名 李虚忠写了一个李虚忠命书 但是这李虚忠命书 没有人知道写成什么样子 因为这本书已经不在了 根据唐代的大文豪韩律 为李虚忠所写的目字名 我们知道他写到 他在李虚忠 他说连梢掌喜学 学无所不通 最深理五行书 以人之始生年劣日 所查日日成甘之 相生相胜 衰死亡相 衰死亡相 斟酌推人受邀贵贱 利以不利 则先处其年劣 百不失一二 这是韩律为李虚忠所写的目字名 他李虚忠这个人 年纪很轻的时候 最好喜欢读书 他读得非常多书 特别是对五行之书 他说他了他一胸 也就是这个人读五行书 读得非常好 他说他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说以人之始生年月日 所值日成 日成还有甘之 也就是他按照人的出生的年月日 没有包括死 出生年月日 他所对照的甘之 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分享天干地支理由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天干地支大概到东汉 百五通会议之后 天干地支就变成中国记日的一个正式的官方的记录 的年月日的一个方法 所以根据韩律的一个说法 他说了这个李虚忠 他会按照人出生的年月日 所对照的甘之 用来看出这个人的生胜衰死亡相 看出这个人的一个寿命 看出这个人究竟是成王成寇 或者是他是富豪还是贫贱之人 他说他从这个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 用来推算他的吉凶富贵 他说非常准 他说一百个当中 大概只有一两个不准 其他的非常准 所以他说百不是一二 他说与其 其说汪洋傲美 关节开解 万端千叙千三座重出 学者旧传其法 粗若可取 然力 粗若可取 竹然失智 他说心观翁立 莫能与之 教德事 也就是说他这个人 根据韩律 对李虚忠的五行令 李虚说 推崇废斥 他说他放假算命 用年月日的提前算命 他说一百件里头 大概只有一两件有偏差 其他都是非常正确 现在市面上有这个李虚忠三卷 李虚忠三卷 李虚忠命书三卷 有人认识就李虚忠的原著 但实际上可能不是 可能不是 根据韩律的穆字明的最强化 我们可以知道李虚忠用八字当中的六字 用来推算人的吉凶命 而且达到非常准确 他说百不失其二 百不失其二 所以他在李虚忠在论命的时候 常常说 他年轻的时候如何 年纪大的时候如何 年纪老的时候是如何 他推算的时候 他是用什么呢 他是用命组 出生了年年复人的时间 也就是李虚忠推用方法 跟现在推广化不太 我们现在日主 日主是以日为主 就是你的八字五行 你是金木水火土哪一个命的人 是以日主为主 就是出生日的那一间 他的李虚忠 他不是以日为主 他是什么 他是以年当做日主 所以李虚忠的推广方法 跟现在八字并不完全一样 第一个不同 他只用六个字来推算 第二个不同 他并不是用日主来推算 他是用年主来推算 他是用年来作为推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也有人认为 李虚忠的时代 可能已经知道 用年列日时的天干地址来推算 只不过是他论命的时候 他没有用十柱而已 有人这么说了 他一定是有用十 只是他在论命的时候 没有用十 但是我们知道 他跟现在的八字算命数 有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 他是以年为主 而不是以日为主 第二个 他是以前面六个字 后面十人的 并没有在推算 在唐太以前 李才曾经写过一个续命论 李才是唐太宗时代的一个天文学家 他写一个续路命 他在这里面 他曾经记录了古代的名人 历史人物 他出生的年月日还有时辰 那更早的文献当中 例如汉朝阳雄的这个家路 他记载的说 他说 紫云里甘露元年二月虚云 鸡鸣生 天奉五年 四月鬼丑 朴植 也就是根据汉朝阳雄的家聪 然后阳雄这个人 他出生在甘露元年的二月 这个虚卯 鸡鸣生 鸡鸣什么意思呢 鸡鸣跟这个吴辅 他通通都实施的名字 鸡鸣又叫荒姬 我们之前直接跟各位好朋友来谈这个 天干地支的时候 直接跟大家讲 这个荒姬呢 大概是什么 十二次神当中 糗识 直丑 糗识 糗识也就是 大概是一点到三点之间 也就是说 这个羊雄呢 他出生在甘露元年二月 二月的雾卯日 雾卯日当中的这个 一点到荒姬这个时候 就是丑时 然后他去世的时候 他说朴族 朴是什么 朴是生时 我们讲直丑一毛 臣是五位 生 所以生时是下午三点到五点的时间 去世 所以如果 如果是说 如果根据羊雄的加入 也就是说 因为羊雄是汉朝人 也就是说 东汉时代里头人 就开始有记录 这个人出生 连略日时 去世的时候 也记录他的连略日时 连略日时 然后呢 在南朝 南北朝时代 陶宏景 陶宏景是陶侃 陶宏景 他有桌子梁传 他说 建武四年丁有 岁正月二日 仁定十胜 仁定是什么时候呢 仁定就是十二个时辰当中 最后一个时辰 亥时 就晚上九点到十一点 所以有人相信 既然在东汉时代的羊雄 在他的家 在他的家的谱里面 就有写了一个人出生 连略日时 到了南朝时代 这个陶侃所写的 这个周子梁传 他也特别提到 这个人的出生的连略日时 所以呢 到了唐朝时代 有可能在那个时代 八字已经成熟了 既然八字已经成熟了 所以李虚忠没有必要 只用前面三个字 只用前面六个字 所以有一说 就是李虚忠 他是采用八字 四处论命 论命 他曾经做了考证 这个考证记录在他自己的 叶维草堂笔记 根据纪小兰笔记 他认为李虚忠的论命 就是四处 就年夜日时 他在这个纪小兰 在他所写的纪维草堂笔记 这他写四处全书的一些事迹 他说 他说四传推命时于李虚忠 其用法连列日 不用时 他说 非不用时也 非不用时 他说 他说根据韩昌礼 近韩律的 八的所作的李虚忠的穆志明 这个穆志明 来看的话 李虚忠可能是用八字来论命 而不是用六字来论命 而不是用六字来论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八字里面 他包括国语 诗经 所以他说 四处全书里面 虽然说李虚忠论命 是按照年夜日 因为还包含死 但是我编了四处全书之后 我回来再仔细地研究李虚忠 韩律所记载的事情 我发现李虚忠确实有用蛇这个概念 所以他就写在了他的这个夜维堂草 夜维堂草的笔记 也就是说 这个季晓兰 他在写这一段文章的时候 他写完了这个四处全书 回去又记录这件事情 也就是他认为 四处全书当中 他对李虚忠说 只讲六字 不是讲八字论命 他说他觉得很抱歉 根据他后来的研究 李虚忠论命确实是用八字 所以他说 金富卓以词 以字无过 也就是我现在特别写在哪里 写在这个夜维堂 夜维草堂笔记里面 来表示我错了 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季晓兰的记录了 不晓得 但是我们相信 有些人认为李虚忠 他是用八字论命 有些人认为他是用六字论命 用六字论命 是根据韩玉所写的木字名 但是根据四处全书 季晓兰的一个事后的一个追忆 还有他自己的重新再做研究 他认为李虚忠论命 曾经用八字来论命 曾经担任过北京福人大学文学院长 还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徐家席教授 徐家席教授对四处全书非常有研究 他在四处全书 他曾经写了一本 写了一本名叫四处全书 四处提要辩证的文章 他根据这个徐家席教授的一个说法 他说唐代的时候论命数可能已经出现 所以李虚忠所用的可能是八字不是六字 他说在他对于这个月维草堂笔记 仔细的加以研究 他认为纪晓兰记录的笔记应该是正确的 所以他说在唐书一文字当中 在唐书一文字当中 所以并没有记载李虚忠命书这本书名 他说宋书的时候才开始写了这个李虚忠命书 他说那另外郑桥在这个一文列里面 他有李虚忠命书一件 还有命书补一件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根据这个北京辅任大学文学院长 第一切从来就验识徐家席的记载 徐家席的记载 他认为李虚忠的命书这本书可能有 但是后来并没有传下来 后来并没有传下来 然后他说了 另外他说在永乐大典当中 永乐大典当中 他说在永乐大典是名称主所编的一本书 永乐大典中他记载署名为 电宗遇死李长荣的一个序文 也就是说他从永乐大典当中所做的一个记录 他发现永乐大典当中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 这个人的署名叫做电宗是遇死李长荣 他李长荣不是李虚忠的号吗 所以李长荣如果李长荣就是李虚忠 那李虚忠他说 他说李虚忠根据这篇文章 李虚忠认为天地之始和若之书 姬子九愁无诺八卦 他说叹极优为造化 字小出遇文九编 包括三财所指万物 记子得啊名字 美人言之祸福 时数其凶 映如神茶 为当时贵 所以他说 根据这个瑜伽玺教授的说法 他说李虚忠用的可能是八字 不是六字 因为他有查在永乐字典当中 永乐大典当中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他署名名字叫做李长荣 他说李长荣就是李虚忠 所以他认为这个永乐大典当中 那有人认为永乐大典这一个李虚忠命书 有可能是虚过的 有可能虚忠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永乐大典当中 他特别提到 李虚忠曾经见了司马祭祖 司马祭祖曾经见过硅谷子 他说这个显然 这段话是永乐大典当中的一个错误之处 他说鬼谷子是战国时代的人 司马祭祖是司马迁时代的人 他们两个人怎么能够见面呢 能够见面呢 他说司马祭祖有一天 因为司马祭祖会补卦 这个日书就记载司马祭祖 这是西岸时代的说明师 他司马祭祖有一天 他在湖山之阳 他说有一天 傍晚的时候下雨 雨下的时候停了下来 停了下来之后 风清月亮 风清月亮 请问老先生是谁 他说他是鬼谷子 我听了之后吓一跳 我就跟鬼谷子 谈天说地 论和落之处 认姬子九酌 论文八卦 探机又为之造化 难道了 所以我才能够 我才能够 我这个司马祭祖 才能够算面算那么准 他说如果是永乐大典当中 记录了这么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司马祭祖 曾经见过鬼谷子 他说这件事就不可信了 为什么不可信 如果司马祭祖 见过鬼谷子 那鬼谷子不是 鬼谷子呢 他是苏勤章仪的老师 从苏勤章仪开始 一直到西汉初年 这中间隔了一百多年 将近两百年 他说这绝有可能 所以这个永乐大典的 李虚中命书 有人认为 可能是假的 可能是有人造的 可能是假的 所以也有人认为 这个李虚中 李虚中命书 现在传的李虚中命书三卷 可能不完全是李虚中的手笔 但是李虚中这个人 一定对八字之血 有所研究 而且根据韩律所写的木字名 李虚中会用年列日 来推命 是确定的 至于说他有没有用到十 这两派说法 一派真的有 一派真的没有 一派真的有 一派真的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李虚中命书里面 他还提出一个纳因 年处纳因的论命 也就是说 他基本上是年处来论命 并不是以日主来论命 日主来论命 然后他论命的时候 他根据年处的六十甲子的纳因 的方法 来推算天干地支的轻重 我们知道天干地支的每一柱 它对人生的影响 它并不一样 通常的说法是说 越靠近日柱的影响越大 离日柱越远的影响越轻 所以他八个字当中 每一个字 它的分量不完全一样 以后如果我们时间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八字究竟在算命当中 怎么计算这个重量 那时候我们可以再来跟大家分享 一般的说法 它确实不一样 所以他说因为天干地支 对命的重量是不一样 这个八字的命格 就在这里决定 所以因为天干地支 它影响人的命格 它是不一样 它影响人的命格是不一样 所以论命的时候 首先要看 这个八字当中的轻重 三年当中的轻重 然后再来查看 日夜世处的胜衰 查看年住三年的轻重 再查看 这个日夜世俗世处的兴衰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知道得失 但是我们不知道李虚忠 所以简单来讲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近代学者里面 对李虚忠的一个研究 我们可以得到几个结论 第一个 李虚忠确有其人 这个人出生在汉 唐朝德宗或信宗时代 而且这个人非常懂得算命 林绍子就非常喜欢这套方法 韩律曾经帮他写过木字名 根据韩律的说法 李虚忠可能是第一个 用八字算命的人 不过李虚忠算命 究竟是用八字还是六字 一般来讲不同说法 但是根据一些永乐大典 根据一些事故全数的说法 还有根据北京大学文学院长 第一届中研究院 院士徐家席的一个说法 李虚忠用的可能是八字论命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八字论命是指评数 那这个徐史评可能不是八字论命第一人 第一人可能是李虚忠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李虚忠自为一号人路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后会有期 osity số 每个圈 龙忠 ниц